医院大厅后诊间领药区排队民众络绎不绝 而细菌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在采样检验 我们主要都是在一般的后诊大厅 或是领药的地方 那么在也就是说在医院里面 人潮比较多的地方 北市环保局在2017年 针对医疗院所的细菌浓度进行稽查 不合格比例高达30.4% 院内空调是关键因素 在这些风管里面 它容易去积聚这些灰尘跟污垢 它的通风不是非常好的话 那可能就会有细菌在这种超标的情况 花莲瓷季医学中心为提升空气品质 不断更新硬体设施 更以AI大数据分析人流达到预先控制 比如说到了10点的时候早上 或是下午3点的时候 哇 人流会很多 所以你可以预先先换气 让它二氧化碳气先少一点 空气先低一点 那人流最高峰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达标 不少疾病透过空气作为传染途径 医疗院所抢救生命 提升空品也是为民众健康把关 大野新闻 杨远琪 许英豪台北报导 大野新闻 杨远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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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远琪